周星云集的年度巨制《风声》即将登陆国庆档 很多朋友都知道 《风声》是围绕寻找代号为老鬼的地下党员展开 当初在拍摄一幕现场追查老鬼的紧张戏份时 王志文 英达 黄晓明 苏友鹏 张涵与李彬彬和周迅 这七大主演集体登场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拍这段戏时七大明星都是怎样表现的吧 也许是知道当天拍摄的是重场戏 几大主演开拍前忙着做准备工作 黄晓明先喝了口红酒调节调节情绪 周迅倒是不慌不忙 抓紧时间趴在桌子上养神 而李彬彬就像领考前的小学生一样 忙着做功课 紧张得连字都不认识了 那个摸面什么呀 腰 腰 拍摄开始为坐在会议桌边的英达 苏友鹏 张涵与李彬彬 周迅 个个都正襟危坐 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随后黄晓明半点的反一号 日军特务客 机关长武田 阴森森的亮相 冷冰冰的发言 隐藏在司令部 窃取情报的老鬼 就在你们之中 不管是谁 请自首吧 我保证你会受人道歹 而王志文扮演的伪军特务处处长 王田香 也在一旁阴险的伺机而动 也许是紧张过分 老江湖王志文居然也说错了台词 对不起 对不起 是这一句 是这一句吗 对 吴志国和顾小梦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老边一眼 这场戏不仅拍的时间长 而且让人神经紧张 难怪几位明星片场一有空闲 就好好放松了一把 各自玩得不亦乐乎 周迅就像孩子一样 一会站到椅子上舒展身体 一会趴在桌子上躺个舒服 英达从群众演员手里拿过道具枪 摆弄几下 接着他又跟张涵宇 苏友鹏一起讨论不同军人的敬礼姿势 黄晓明则拿出自己的相机 义务给各位搭档拍照 惹得张涵宇也有些手痒 干脆拿了相机与黄晓明对拍 也许是看黄晓明摆弄相机有模有样 李冰冰也跑来凑热闹 现场败师决议 等待这场戏好不容易拍完 七位明星一致决定拍个合影 纪念这紧张难忘的重场戏 顺利收工